晚间6点52分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月底就是圣诞节 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的民众 不妨可以试试江炳屋DIY 有圣诞老公公 架着雪橇 当成装饰 香满五彩缤纷的糖果 欣赏完了 还能够吃下肚 达人今天就要教您 只要花300块钱 动手一个小时 就能搞定 可爱的圣诞老公公 一会站在江炳屋门口 高举星星 欢庆节庆到了 等等又爬上 巧克力座的屋顶 架着金色雪橇 要发送圣诞礼物 还有这栩栩如生 裹着鲜绿粉红糖霜 用姜饼片层层堆叠的 圣诞树 可是今年市面上的贼心款 随着圣诞节的脚步接近 姜饼屋商机也跟着炒热 今天就要请达人 教大家用简单的材料 就能在家动手DIY 糖霜就是它的那个 浓度要很精准 因为如果你调太细的话 你的房屋很快就解体了 首先制作姜饼屋 最重要的第一步 就是要先调好年姜 将100克的糖霜 分成两次和15克的水 均匀搅拌到没有颗粒 用筷子勾起粘性后 就可以把年姜 倒入几花工具当中 接下来把姜饼片的每一面 都必须涂上年姜 才能搭起姜饼屋的雏形 再等上15分钟左右 让年姜完全风干稳固 最后就可以发挥创意 任意用喜爱的糖果来装饰 整个过程不用一个小时 就连小朋友都能轻松完成 很有趣 可以发挥想象力 小朋友看到了很喜欢 我们就带回家一起亲子同乐 那现在这个很方便 它已经帮你烤好饼干了 然后糖霜只要自己加水挑匀 然后就可以 就可以直接完成了 所以它其实很简便 想跟达人一样 轻松做出可爱的姜饼屋吗 其实现在到一般的烘焙材料行 或者是面包店 都可以找到像这样子的 轻松懒人包 像是姜饼糖果都可以一次买足 回家自己意外 打开姜饼屋 懒人包 里面材料应有尽有 不但姜饼片 已经全都帮你烤好 还附上各种配件 有五彩缤纷的糖果 超卡维的圣诞老人 和圣诞书公仔 以及亮晶晶的圣诞装饰牌 价格也很实惠 三百多元就能搞定 通常节庆前我们 业绩的话会比平常 没有节庆的时候 多了三成的左右 成长幅度大约是比去年 还要多了大概 五%左右 那其实询问 通常询问度最高是 公司行号比较多 再就是现场来 帮小朋友来询问的 看准台湾人爱过节 就连公司行号也霸起团购 姜饼屋懒人包的创意 让消费者轻松就能感受 浓浓的圣诞气氛 创造更多的美好回忆 借刘一轩乔大龙台北报道